請問您去採訪神豬的聚募場主人 經過怎麼樣的一個能界 然後你去採訪他 當然要做這個東西 在這當中會不會有人情上面的報復 沒有 我就先往路Google一下 Google 講神豬 就收集到一些地址電話 我就打個電話就去了 那通常就會 我當然不會說我是去採訪 我說我想要去看神豬 那去了以後我就會問他 我一定會跟他們講我要拍照 我就問他想可不可以讓我拍一下 然後他就說好 通常說好耶 那個然後就自無言言無盡 就這樣 那當然了 鯨魚要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給你看的影片 是完全沒有經過聲音跟影片 影像處理過的 所以你剛剛說能不能錄 說不能啊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保護下我的受傷者 因為他們之所以 之所以會有這個產業 也不是不完全是他的因素 這是整個社會大眾信仰的環境 我想問的是 就是說他會讓你拍這個東西 是不是他本人也認為神豬是不好的 不會啊 他當然不會認為神豬是不好的 如果他認為不好 他就不會讓我們 他就不會做這個行業了 他覺得他對神豬很好啊 跟對那個 就客家外講的 比那個祖父還要好 他侍奉 比侍奉祖父還要好 他們都是這樣講的 他們不會認為這個行業是不好的 那他不會覺得那個豬已經這麼肥了 然後他是用灌進去的 對 那個就像我們一個人吃得很飽了 不想吃了 你還把他灌進去 那種我覺得是很難過的 那當然是很難過 那他沒有那種感覺嗎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 就是知識水平吧 聚衡養肠 我覺得不行這樣子 就是他有他的命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若孫真正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他發現 是這樣的結果 你這樣來詮釋他的這個行業 他自己認為是 他自己不認為有什麼問題的行業 這樣的時候 對這個受訪者 他會不會有其他受傷害的感覺 那應該會吧 這個傷害是他必須承受的 因為他做了這個行業 那這個任何一個行業都是 你只要是公共事務 都是被需要被檢討的 那這個行業當然也是啊 因為這個牽涉到記事 牽涉到動物的福利 這就是公共事務 那他必須 就像每一個職業都有職業的 剛剛都講的挫折之類的 那這個是必須承擔的 他們 他們必須承擔的 只是我會覺得 不會考慮到這些人的立場 那我會盡量不要讓他的聲音跟影像 就像原始不光這樣 好 我們再追加一個問題 小愛電視台記者 周小梅 我想請教你 你覺得說在這個神豬的過程當中 我們遭受到黑道威脅 不會啦 大概還沒有這樣子的 就是 大概有一些 有一些持反對立場的人 因為這個跟黑道沒有關係啊 那些都是小農 最多養神豬的 以前養過像四百多頭的樣子 可是他現在只剩下 差不多剩下三十頭 十幾十五年前他養了四百頭 現在這樣三十頭 那個相對真的是小農 他不上死很黑道 以前真的是很龐大的利益啊 可是現在已經不吃了 那我就請主持人分析 然後等一下再講 今天非常謝謝瑞叔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在短三時間內 就了解一個這個